炙烧鮭魚握壽司的聲音滋滋作響 做好的軍艦握壽司排排站 70種品項蒸奇鬥驗 光用看的就口水直流 這家聚光早逝的壽司店剛開一個月 到底有什麼魅力讓客人持續的回購 一次就買了20顆 因為我先生在健身 他很想要補充蛋白質 所以他一次點了20顆 最近看到這邊剛出現的 所以買來吃看看 覺得還不錯就一直來買 市場的話要像擺這種比較高單價 算比較精緻的臥壽司 比較少啦 因為正常都是比較普遍的 捲壽司花壽司 你看我們在台面也有炙燒的 也有鮭魚卵干貝牛肉這種高單價的東西 但相對的我們在市場 也不會賣像店面這樣那麼貴 所以我們也會以比較便宜 比較保利潤下去做市場 這樣客人比較容易接受 將高單價的壽司搬到市場內 價格親不親民是第一個挑戰 但是生意要做的長久 口味讓民眾買單 食材的新鮮度是老闆最在乎的細節 市場它本身就比較有人潮 如果這一瞬間的時間 如果客人沒有接到 那就沒了 跟客人賽跑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都是現做的 所以客人夾一顆 我們就補一顆 這邊又有冰箱 冰箱出來直接做 直接上冰櫃 所以這種部分就不用擔心 再來這個櫃子 都有保鮮的功能 我們東西也沒有做很多 就客人夾了我們現補 所以新鮮度沒問題 前廠的客人夾不停 後廠的師傅也沒休息 這家壽司店用薄利多銷的方式 在速度與鮮度中找到了平衡點 如果你走進舉光早逝 別錯過櫥窗內的繽紛壽司 挑選一盒屬於自己的壽司拼盤吧 記者周福慶高雄報導